今天中外傳媒都在大蝙蝠報道 是基辛格100歲高齡美國最出色 影響力最大國務卿的逝世 讀這些生命的回顧整理 好像回顧過去半世紀以來整個國際外交史 你要認識基辛格 其實認識到中國崛起 中美關係的演變 兩岸關係的變化 其實很特別 在美籍的猶太人身上 扭轉了很多歷史的機勢 所以連基辛格在最後一次公開場合說話 都說他人生裡有一半的時間 都在美中關係上 事實上如果沒有1971年7月 他炸套通事件 中國在國際舞台上 有沒有這麼快 或者有沒有今天的實力 都大有疑問 當然說基辛格不能不提 當時中國也有一位出雷拔萃的政治人物 那個叫周恩來 周恩來和基辛格的歷史的機遇 如果當年美國沒有基辛格 中國沒有周恩來 中美關係的演變 也不像現在歷史的走勢 所以在歷史上 人的重要性是掩蓋在世的 今天我們就幫大家 回顧一下基辛格的一生 看周恩來的重要性 老總說得很對 沒有一個周恩來沒有基辛格的成功 因為我看很多歷史上的影片 周恩來的那種尊容 在當時中國來說是極之難得 因為中國當時是一個鐵幕國家 尤其是在毛澤東的專制獨裁之下 毛澤東去到這樣的年紀 其實有時候 現在林佬他犯的錯誤 完全掩蓋了他一些功 回顧當年基辛格訪華之前 中美關係其實相當敵對 一個美國國務卿能夠借病 繞道暗道陳倉 說這是不是中國的智慧 明修斬道暗道陳倉 就去巴基斯坦 就炸病 突然間轉轉機就飛到北京 這個其實 這個真是一個政治的智慧 而真來也都 他都尊容不逼 瀟灑地接待這個傳統的敵人 或者中美就能夠在這兩個 這麼特別人物當中 將很多障礙掃除了 接著便是尼克遜訪華 其實基辛格應該套用中國共產黨 摸著石頭過河的心態來形容他 他的確是 他怎麼知道有沒有成果 但因為他估計是一個鐵幕國家的領導人 但他一見到周恩來的那種瀟灑和鬆容不逼 都令到基辛格很讚 亦都放開了空懷 結果48小時的秘密行程 造就了第二年 尼克遜就親自去到北京 就簽訂了一個上海公佈 那張圖片我最記得 一手拿茅台一手隔著北京填鴨 兩樣東西最由中國的象徵 於是一笑就真正敏恩仇 中美就建交了 歷史的轉世是如此 基辛格201年出本書就回顧了 論津國 他講到當時 其實真的摸著石頭過河 他對中國認識也不太深 會是甚麼事發生 會碰了鼻子灰呢 甚至被惹瘀呢 當時是周恩來 太然自若地坐在這裏 你看到周恩來坐的姿勢 做給大家看 坐在梳化旁邊 一隻手就枕了在梳化上 而基辛格反而合起來 相對我看影片就是 兩隻手正襟危坐 真是去到一個你不熟悉的 當時的鐵幕國家 中國海上鐵幕國家 那種如臨深淵如理薄冰 還有你有一點偷雞地去 又有點如不是光明正大 你可能真的 我覺得當年基辛格 是壓上政治的前途 是呀 因為他不知道 這次是輸還是贏 所以完全不對外界去說 因為輸了就當是抹掉了 做就不到中美有向前走多一步 那就不出聲了 但是原來成功 其實這樣 機遇就是中國都希望走出去 所以那些網絡接觸很重要 這是造就了中國的崛起 一個起步點 當然後期很多的變化等等 但是這就是為何習近平 都高度去評價基辛格 亦都基辛格最後一個公開行程 亦都回到這個老朋友的北京 坐在釣魚台搏骨 就是賓館 可能那一刻他都回憶自己的一生 原來最閃亮的一刻 就可能在中國發生的 是的 此一時彼一時 習近平剛剛在基辛格度過一百歲 基辛格去到中國訪問 當然為他賀手 對中國來說 對習近平來說 見言思齊 因為對照今日的美國官員 美國的國務卿布林肯 基辛格當然是中國的好朋友 沒有辦法了 好像基辛格那樣的人 有時是否百年一遇 當然我們對基辛格的政治才華謀略 無可置疑 但是他是一個典型的現實政治者 現實政治不講理想 於是他有些舉措 亦令到他的政治生涯蒙受批評 特別在中南半島方面 大家對基辛格當年 美國政府的做法 是有很多批評 是的 我們今天看到很多報道 鋪天蓋地都讚揚基辛格的成就 或者他的個人智慧 但實際上老總剛才所說 現實政治是要兼顧很多事情 尤其是他將國家利益 置於人類的道德理想之上的時候 就是無所不用其極 這就是達到目的 這就是所謂現實政治 現實的利益比任何的理想原則 相對之下 現實政治是蓋過了 所以當年在越傳的退兵 也都抽身而出 所以中南半島的悲劇 美國占無旁 有誰知道到當世人讚揚他 基辛格令到美國肯去和北越談判 在談判什麼時候 如果怎樣有談判籌碼 另一手就授權美軍軍 comercial�atif entitled 和老窩就迫使斷絕北越的後勤援助 於是你迫北越走去譚伯仗 但是對柬埔寨和老窩的強烈觀察 造成了數以十萬計的平民傷亡 當然論基辛格的功過 可能說回三日三夜 也要看很多歷史記載 又要看基辛格的註術等等 其實基辛格退出了政壇 我印象很深 有一個叫做基辛格國際顧問公司 我想這間公司很重要 它不是做一般的公關 是做一些國際最高層次的政治經濟顧問 尤其是有些國際台企 甚至某些國家想和中國打交道 或者在中國上得到利益 你顧請基辛格顧諮詢顧問公司 因為它打通中國的經濟 於是有很多人 政界中有在批評 會不會有些過分了 可能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特色 你退出政壇 那些延後利益 又不是貪污武衛等等用權 是透過你的人物關係 你的經驗可以造就很多機會 當然一般來說 美國總統好 或者國務卿好 你退休之後 退任 不一定是退任 回大學教書 還有一件事很賺錢 叫做演講 演講幾百萬美金一場 是很厲害的 當然 基辛格的演講 我印象重心 你有錢未必請得到他 基佬來你演講 他選擇的 不是貿易受的場合都會去的 因為相得益張 他既能賺錢 亦為往後和個人的影響力暴露 明天就是基辛格 這一百更多精彩節目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聲音客載服務 連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